另外一方面来关心特征组在今天持续有约谈动作 我们立刻请邱昀如来掌握 主播各位观众 特征组最查扁家B案 今天是在传一名证人 还有一名被告 那么其中一名贪污 被告就是前总统府顾问彭胜昌 那么呢他被转列为被告他是相当的 那么其实彭胜昌之前呢 也曾经来到特征组作证 那么最主要呢就是针对呢 他是曾经呢是在陈水扁呢 就是选举总统的时候呢 是后援会的会长帮忙招募这个经费 那么不过呢他被列为这个贪污被告 他相当的纳闷 来听听这段访问 跟他只是选举的关系 也没有说所谓的有跟他有工程上的 还是任何的官说都没有啊 怎么把我列为被告 我也没有贪一毛钱 对不对 我当初只有帮忙他选举就是这样子啊 那时候选举经费都是你在处理吗 也不是我在处理啦 所以是负责比如说招募吗 但是没有经手钱是这样子吗 我没有经手钱完全没有 那招募有什么分之有呢 所以像前那些企业组有捐款这些 你们知道吗 我不晓得 这个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只在桃园县而已啊 其他地方我都别去撑衣了 负责桃园地区 桃园县的 对对对对 桃园县市长表示呢 他是在桃园地区哦 在陈水扁选举总统的时候呢 他是桃园地区的后援会会长哦 那么他的工作呢 最主要呢是负责招募经费哦 那么来寻找一些金主 只不过呢 对于呢是哪些金主哦 来募来捐献钱哦 以及这个经费是怎么来使用呢 他是完全不知情哦 那么他也强调呢 他没有这个是动用过任何的 就是经手过任何一毛钱哦 那么至于呢 这个上一次呢 特征组在上个星期六呢 也就是有传唤他哦 那么也在那一时 那一那一次呢 就已经将他改列为贪污被告 那么他是相当的纳闷 只不过呢 上一次上个星期六呢 那个彭胜昌呢 他是因为出国请假了 不过今天呢 特征组再次传唤他来哦 那么他还秀出了这个船票哦 他的身份呢 已经从证人改列为被告 那么他是相当的纳闷哦 不过呢 改列为被告 他连这个律师都没有带 因为他认为呢 他做事坦荡荡哦 那么另外呢 除此之外呢 追查扁家洗钱案哦 那么今天呢 是再传一名洗钱证人哦 那么也就是 NICE集团董事长陈哲芳 那么陈哲芳呢 在早上的九点半呢 是搭乘轿车来到了特征组 那么最主要会传唤他 就是因为吴淑珍在 这个二次承报状里头呢 提到的二十名企业家 那其中呢 就有一名呢 就是陈哲芳 那么吴淑珍是提到呢 陈哲芳是给了 五千万元的政治现金 那么今天呢 特征组是就这一部分呢 来传唤他进行说明 以上是在特征组 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况 将时间交还给空内主播